如果你的闺蜜被绑架了 你会发现吗 凶手本以为拿着闺蜜的手机 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知道 凤顺身上的所有秘密 然而伪装还是失败了 在凤顺问闺蜜还有多久回来时 伪装闺蜜的坏人没改称呼 直接叫了凤顺的大名 而闺蜜平时都叫凤凤 凤顺察觉到闺蜜的不对劲了 连忙打电话过去求证 可电话根本没人接 担心闺蜜的凤顺 又赶紧打电话给郭董 让他追踪一下闺蜜手环的定位 坏人在翻看之前记录时 才发现自己暴露了 便又开始伪装起叫他凤凤 凤顺翻看聊天记录 才确定自己闺蜜的确出事了 让闺蜜给自己回电话 可凶手根本不敢打 凤顺又开始试探 问起了石斗的近况 凶手并不认识这人 想要含糊过去的他 说石斗挺好的 可石斗是闺蜜的宠物狗 早在一年前就离世了 凤顺看到消息后 内心十分慌乱 国斗这边也凭借手环定位 找到了手环 可手环的主人却不是闺蜜 而是一个流浪汉 流浪汉身边还有闺蜜的行李箱 警察们觉得坏人很是嚣张 接连两次绑架了闺蜜不说 还胆大到在警局安插摄像头 他们实在忍不了了 正准备行动时 上司进来制止 还威胁他们要想行动 必须辞职 所有警察完全不顾上司的威胁 直接霸气地走出门去 这时凤顺也赶到了汽车修理厂 正在他怀疑到密室时 国斗担心他安全 又把他叫了回去 回到家后的凤顺十分担心闺蜜安全 在这着急的时候 他收到了坏人发来的绑架视频 被吓坏的他跑去了明鹤家 明鹤看到着急的凤顺 安抚好他情绪后 冷静地帮他分析了坏人的意图 坏人只是绑架那些女人 他的最终目的是找凤顺报仇 所以闺蜜并不会有生命威胁 这个女孩也太猛了吧 几十吨的汽车 在他面前就是啥也不是 轻轻一抬 瞬间就飞出几米外 坏人在监控室里看到凤顺的操作 简直是大开眼界 知道自己根本打不过凤顺 他马上跑进密室带着凤顺闺蜜 从暗道离开 这边在室外疯狂搞破坏的凤顺 终于找到了密室的入口 他孤身一人进入漆黑的密室 找到了之前被绑架的几个女孩 他直接轻轻一用力 铁门就直接被抬起 吓坏了被绑架的女孩们 接着他又像解鞋带一样 解开了女孩身上的铁链 可是就出了所有的女孩 他都没看到自己闺蜜 他又开始慌乱起来 逃出密室后的坏人 马上打电话命人炸掉密室 明鹤在办公室等了很久 凤顺都没来 了解到他一人去了修车场 简直是气机败坏 密室外的帮凶领好了汽友 接着又用打火机引来 在密室爆炸时 凤顺为了保护其他女孩 用自己的小身板挡了上去 最后 凤顺用自己的怪领 不仅开辟出了一条逃生道路 还解救出了所有被困女孩 事后 明鹤理解不了凤顺的行为 自己的女朋友竟然瞒着自己 不顾自身生命安全 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明鹤很是气愤 凤顺看着明鹤这么担心 自己凶手的目标也只是他一个 他不想连累明鹤也陷入危险 直接果断地提出了分手 晚上凤顺回家后 坏人又发来短信 让他自己一个人来到宫地 联系不上凤顺的明鹤 看到凤顺身上的定位 正在离开家去往宫地 他赶紧打电话给果斗 让他一同去帮忙 电梯正在急速下架 而正下方却绑着一个女孩 眼看着闺蜜有危险 凤顺急忙跑了过去 就在这紧急关头 凤顺紧用一只手 就抗住了飞速下降的电梯 之后又使出力气将电梯扔了出去 电梯里的坏人直接飞出锦衣院 解救出闺蜜后 凤顺却被告知电梯里的不是坏人 紧张地他马上跑去求证 打开面具后才发现是个陌生人 这时 坏人再次现身劫持闺蜜 而凤顺却突然头晕 家里的祖传力量密集也失去了光芒 是的 凶手知道他的弱点 专门为他设计了一出戏 让凤顺丧失掉自己的怪力 他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 看着坏人拿着武器对着自己 凤顺上前不管怎样用力 都使不上进 坏人对付普通人的他 简直是轻而易举 正在他折磨凤顺时 明鹤及时赶到 平时就爱恋拳击的明鹤 坏人还是敌不过 正准备开车逃跑时 国斗赶到了 但坏人并没想就此收手 他发动了汽车引擎 国斗见凶手如此顽团 直接朝着他肩膀打了一枪 可坏人还是带着伤开车跑了 国斗又马上开车去追 在追击途中 坏人又因车祸直接跌下山坡 连人带车跌落湖中 等到警察来打捞尸体时 只看到空无一人的车 并没有看到尸体 警察看到事故这么严重 不可能会有人能存活下来 就直接草率地定论结案了 晕倒后的凤顺再次醒来 看到身旁躺着的明鹤 又在危险时刻救了自己 内心很是感动 第二天起床 凤顺拿起苹果 想要和以前一样徒手榨汁 可不管怎么使劲 都无济于事 明鹤看到后 暖心地帮凤顺将苹果切块 再放入榨汁机中榨汁 让他学会以普通人的能力生活 失去力量后的凤顺 对待组长布置的搬运任务 也只能用自己的小身板去完成 明鹤看着难受的凤顺 心里十分心疼 但是积极乐观的凤顺 也准备接受现实 好好适应普通人的生活 在俩人正浓情密意时 另一边 坏人正在抱他面前 谋划着新的复仇计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